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可以说做好天国的大使 因为每个国家他都有一个大使派到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大使是来代表他的本国的 所以大使有他一个特别的身份 大使也有他特别的使命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前一段时间 德州就算其他城市停电停水 然后又非常的寒冷 甚至是下了几十年没有下的大学 我们真的是小孩子很兴奋 当然兴奋之余又没有水没有电 就觉得很不方便 但是我们真是在这个当中也看到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就是好像神借着这个疫情 让我们把很多东西放下 就很多东西 go to essential 对不对 go to essential 没有那么多 extra的东西 那这一次又是 哇你水和电视你生活好像很基本的东西也放下 所以当我们没有水的时候 哇我们真的又很寒冷 当然也可以去office看看有没有水 可是呢路上有结冰也不能出去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谁可以帮你 祷告神可以帮你 你可能想说 哦外面的雪可以放在桶子里化水 哦还在下雨你可以等水 那天跟孩子们讲是说 这个以前这个越南的那个奈民营 他说他们没有水 要等那个雨水 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 呀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 那但是呢 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个经历都没有白白收 那么 当然很多人呢 还有就是报水管 那报水管呢 就是这一次报水管 好像那个普遍性比很多次的寒冷的天 都要大得多 真的甚至商店里面没有这些parts可以去修 所以我们就发现是说 诶我们不是以前有冷天吗 我们不是用布都把这个管子包起来的吗 不是都没问题吗 当然有些人这次也还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回头看 诶不是在这之前 有些人在这个群里面的发 要包水管 要把种子关掉 把水放掉 水要让它慢慢滴 防止结冰 那我们看到三样子做了一样 对不对 按我们的经验 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就回到去说 诶 这个 你了解电力系统吗 这个电 你只是一开 开关开一开 哦可以有电呢 从来 当然专业的人是 跟这个有关的会去研究 哦这个风力发电 天然气发电 太阳能发电 没发电 怎么传输过来 大家也不太去关注 那后来就发现是说 诶 实际上你今天是需要更多的了解 这个电力系统 它的source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 很冷的天要怎么去handle 这个在Huston在德州 几率很小的是 要不要去考虑 这样 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 你看这是铜管 不是塑料管 不是PPC的管 这居然裂掉 怎么可能呢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那因为漏水 所以整个要关掉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活的细节想到是说 我们也要留心我们的属灵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整个房子不是到处漏 只有一个地方漏 小小小小小的裂缝 漏 那因为漏呢 漏的满地都是 漏的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在整个这个 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有一个小破洞 我们要不要去管 我们要去管 所以当然还有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个风暴当中 还有一些人什么 一氧化碳窒息而死 有时候你在想说 为什么 这么小的事情 就是冷了那几天 会有引起生命的危险呢 那当然很多人家里有火炉 是个好事 可是很多人呢 他真的不会去 看说 哦这个氧化碳会致命 这样 当然 我们也还有这样的预备 是说 哦怎么去发电 诸如此类的 我们就发现是说 你回到圣经 你会发现是说 哎 我们平时有没有看圣经 看了 看懂了吗 嗯 看懂了 好像懂了 有没有照做 做了吗 做了一些 就像我们平时的生活一样 那然后我们回来看 我们现在的生活 有没有好像患难重重 有没有 就从去年三月开始 COVID 大家不能很正常的生活 那有些人说 哎 我以前他就会觉得是说 我有钱就好了 那现在有钱 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那有人说 我现在有疫苗了 我打疫苗啊 那疫苗在变种啊 那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医生 最近看到 我们这个华人乔社 也是大家很知道的 两名医生 也是染上COVID 就这样过世了 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牧师师母 在这个COVID当中 染上病毒走了 所以我们发现 不是钱可以解决一切 不是钱可以解决一切 所以呢 我们真的 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真的要来更深的认识他 当然我不是说 这这些的牧师师母 他们被主接去 安息主怀 就他们没有 没有遵循神的旨意 或者是说 他们对圣经不够理解 不是这样 只是看到真的 现在的挑战 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真的是要在 神的国度里面 更深的来认识他 真正紧紧的抓住他的允许 真正的来 更深的认识他 更多的联遇圣经 那么神感动我 这段时间所讲的呢 一个就是 前段时间是讲神的荣耀 那也是一个 很不容易讲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去年 11月到现在 就一直到年底 会讲这个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也不容易讲 但是我觉得我也顺服 神给我的这些信息 那么上面一篇有讲到 认识神的国 那么这一篇呢 会讲 本来这个题目是定的 就认识并参与神国的架构 那么 当然我今天的主题呢 跟这有关系 那么 为什么要讲神的国度呢 因为常常我们觉得 跟我们最切切相关的 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就是我们的疾病被医治 就是这些很 我们认为很实际的 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东西 但是呢 我后来真的越来越发现 你更深的去认识神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 你神的这些律 你真的更了解的时候 你对神的认识 是更清楚 更明白 对整个神 你要去认识神 先认识神 才去想 神给我们什么 这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有五个部分 一个是 什么是神的国度呢 什么是神的国呢 然后或者我们讲 神的国里面包括什么呢 有什么成分呢 那后面还有就是说 这个耶稣来 我们常常讲 耶稣 这神 耶稣 这些都是最重要的 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跟国度有什么关系 那后面还会讲 神的国度 大君王 因为我们常常唱诗歌 神是大君王 然后最后会讲说 我们 我们跟国度的关系 那我们呢就是神国度的使者 或者大使 这样 所以这样一层一层的 我们很快过一下 那常常呢 我们 最具体的就是 讲我们自己 当然呢 讲我们自己 从圣经的角度 你记得我们讲过 不光有一个 你看得见的人 你还有他的灵 还有魂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灵魂体 都要去了解 都要去学习 你才对你自己 更了解 当然我们 在大一个层面 有这个 有家庭 在大一个层面 有国家 在大一个层面 我们讲世界 或者各国 对不对 global 那但是呢 圣经呢 它是从这个 神开始讲 是从神 讲到人 所以呢 它讲到天国 神的国 神的国度 那当然呢 那这个只是我是这样形象的去 去表达 那么就是说 所以呢 你不光要想到地上的国 哦 我们从中国来 我们现在住在美国 这国 国的概念 那有些人去了别的国家 那的确是 你要花心思 去了解 圣经里面讲的天国 神的国 神的国度 到底在讲什么 常常讲天上的国 和地上的国 这样 那我们主导文也在讲 天上的国 地上的国 很多经文都在讲这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圣经里面 讲到天国的经文 你发现 圣经 很多地方都在讲 是说耶稣 在讲天国的福音 那我们常常在讲福音 为什么前面叫 天国的福音 我们先来看 这个马特菲的九章 三十五 三十六 那这里就讲到说 耶稣走遍 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面 教训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关心的 他医治我们的疾病 但是神是先讲 天国的福音 再又医治 这是圣经的这个顺序 那后面还有 他看到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这里就讲到是说 实际上 他是从天上的事 讲 然后来关心地上的事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说他怜悯他们 但是我们一直在一些 现在的生活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 我们有什么值得怜悯的 我们都很好啊 对不对 当COVID来的时候 当这些停电停水来 你发现是说 哦 当我们真的可以体会 非洲的人 如果他没有水 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虽然我们的困苦流离 也许是几天的时间 那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人需要神 那他这里讲的是说 这个人呢 是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那就是说羊 是非常软弱的一种动物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像羊一样 没有牧人 那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 蛮重要的就是说 耶稣呢 他在地上 传讲天国的福音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是说 什么是神的国度 神到底在讲这个国度 到底在讲什么 那当然呢 我们比较看得见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那一个国 当然会有君王 或者president这样 那他呢是什么呀 他至高掌权 对不对 他有权柄 比如说他说特赦 无论是说 原来是非法移民变得合法的啦 或者是说 我们看到有些总统的签一个令 说 这些人原来是在监狱里面的 就设他无罪了 对不对 所以他有很高的权柄 还有有的时候 当然宪法我们不会去改 对不对 那是非常fundamental的东西 但是在一些法律上 他可以去改变一些法律 所以他的权柄是很大的 很高的 那么当然一个国家呢 他还有领土 对他有一个area 他area 哦比如说你去看地图 哦美国是怎样怎样 中国怎样怎样 哪一个国家 土耳其怎样怎样 是怎么样一个形状 多大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领土 那还有呢 国家那有宪法 那宪法实际上是一个 好像像一个约定 就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 大家有些的leader 就把它写下来 那还有当然里面 还有很多公民 那这里公民 哎我们发现很多人考公民 有什么 你要了解 你这个入公民 你有权力 你有义务 所以你当你进入这神的国度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有什么权力 你有什么义务 对不对 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受洗以后 愿意服侍啊 愿意关心人啊 你有祷告的权柄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 那我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思路 那你这样去看的时候 你去看圣经 然后你去看这个生活的时候 原来你会觉得说 生活就是这样一块 圣经是讲这块 好像两边是分离的 实际上我们发现 你很多东西 你去看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圣经来的 你知道吗 那还有伦理 这些方面 文化 人的生活方式 那 我们在看 我最近在看一些的 属灵的书籍 像那天没电什么 就在火炉边上看书 然后 讲到是说建桥大学 你们知道建桥大学是很有名的大学 那你会觉得是说 哇 那这一定是精英这个 把他这个 把这个大学建立起来的 对不对 跟这个属灵的事情没有关系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实际上是一些 清教徒被逼迫 然后他们呢 就被这个修道院的人 这个收留了 收留了以后 但他们还是很喜欢做研究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 然后慢慢就 就是后来就建立这样一个学院 那他那个地方是一个小镇 不是很热闹的地方 然后后来发现是说 那些人实际上 牛顿啊 那些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都是在那里 都是在那里 发现一些的 宇宙的规律 而那些人都是非常非常虔诚的 信上帝的人 而且呢 那个都是神给他们启示 所以他们那个group呢 有很多人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而且那上面有很多的描述 就是说很多人做研究 就是好像是为了发paper啦 就是工作很努力啊 那但是他们呢 那但是他们呢 不一样 他们就是 更多的时间在敬拜神 更多的时间在 meditate 神的话 然后呢 去 用神的眼光 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发现了很多规律 那所以呢 就是说很多的这些的 而且有人跟我们讲说 以前欧洲的一些的教会 他们在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 同时建立学校 然后同时建立医院 所以呢 就是说 包括很多很有名的医院 很多很有名的这些 我们认为很杰出的这些大学 原来都是这些 信主的人 信上帝的人建立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神的国跟地上的国 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分裂的 那还有警察啦 军队啦 保护国家 对不对 还有财政啦 经济啦 还有很多 那都可以回到圣经来看 那就是说 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君王 万王之王 神是君王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们在这个国家 我还是要听总统的 对不对 但是你就发现是说 实际上 圣经里面讲的君王 他是神 最近有一个姐妹 发了一个连接 是有一个影片 是好优务拍的 是叫这个 God is not dead 那非常好 我也看了一部分 那么就是我发现 他就讲到是说 实际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 神还醒着吗 神还活着吗 那那个 那个电影呢 真的我觉得也非常震撼我 因为他是 讲到一个教授 他原来是信主的 后来他妈妈 在他12岁的时候 还真去世了 所以他觉得 他祷告那么迫切 可是神没有救他 他觉得神就死了 这样 那么 但是这个学生呢 他不为这个 不怕这个 得罪教授 因为他认为神最大 那么就是 就非常好的一篇影片 一个影片 他就讲的是说 实际上 神掌管世界 甚至那时候 他蛮有压力的是 因为教授 可以让他把这门客 fail掉 就影响他毕业 影响他下一步的人生 而他女朋友又 又不理解他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顶撞教授 但是呢他知道 神最大 神掌权 神是君王 那所以真的不容易 那他在那个掙扎的时候 他去教堂里面 坐在那里祷告 安静 然后有个人就来跟他说 那他就说 他也在思考 他在祷告 然后那个人跟他 讲了两句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力 那个人就跟他说 就给他几句话 然后跟他说 实际上神的律 神的话很简单 他就说 It's simple 但是他说 It's not easy 那我也发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 很难理解吗 不难理解 simple 你要跟随他 你要圣洁 你要饶恕 很多很多的原则都在里面 但做起来容易吗 有的不容易 他特别有时候说 要放下很多什么东西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要跟随他 所以呢 真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 视野广一点 去看一些这些东西 你就发现 哇 实际上不是你一个人信主 不是你一个人背十字架 是很多人 从历史到现在 那另外 那你讲说领土 还有所有这些 你都可以从圣经上 去看到 是说 哇 圣经上都讲了 这些都讲了 比如说讲领土 好了 诗篇里面就讲到 是说 诗篇呢 二十四篇呢 第一节就讲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变和华 但有时候 我们觉得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的 resources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当你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 你发现 实际上 这些都属于神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去畏惧 你真的不会去害怕 你真的会去祷告 真的去祷告 就像我在举个小的例子 我们家有的时候 还有另外 不是这一次 有一次漏水 然后我们呢 几个水工来 都找不到 然后他也想 可能是在里面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 挖了几个小时 还是不知道 因为没有那个图 后来呢 我们就怎么样 祷告 我们就祷告 我们祷告 那就发现是说 祷告 然后我们俩祷告 神就跟我说 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说的那个地方呢 是 是 Closet的一个墙 我们怎么会想到那里 后来 我也感谢主 我现在就是好 我在那边挖个洞 看看 的确是那里 所以就是说 神 他掌管一切 他拥有一切 所以很多的东西呢 你真的要相信 你说 耶稣不是木匠吗 他又不是水管工 对不对 但是 他是神 他是神 你祷告他 你相信他 他真的是会帮你 那当然呢 圣经里面还有就是这个 神的话 宪法 我们讲是说宪法 对不对 当然实际 大家好像不用说 就是说 哦 我们都遵守了 就像圣经那样 一个敌母一样 就是哦 我实际上 我都遵守了 但是真的 实际上圣经上 有很多很多的教训 很多很多的教训 然后呢 我们要去读 又说 我们真是因为忙碌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就忽略了 但是实际上 神的话 就是那么重要 神又说很多 你要这样 不要那样 要这样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不断地回到神的话里面 那你说我们这个公民 这个权利啊 义务啊 圣经上有没有说 说了 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三节 讲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里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 神没有说 他没有跟你讲交换 他没有跟你讲交换 他是在讲是说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会发现 他又开始讲神的国 对吗 那就是说 你又觉得说 哇 神的国这么抽象 是什么 神的义又是什么 义好像还具体一点 对不对 但是常常大家也在讨论说 什么是神的义 义到底是什么 那然后他说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就是说 我们生活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 可是神呢 就叫你回到那个源头 对不对 就像这次这个 就是电不够的时候 大家说 哦 百分之多少是风力发电 为什么没有电了呢 哦 因为太冷 那个结冰了 那个转轮 那当然大家就说 哎 这有些国家 因为有这种情况 他就用无人机上去 去撒 就让那个 就是 这个 枫叶可以转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回到源头 而这个源头呢 就是神 那神呢 在圣经上 他有讲他的荣耀 讲他的国度 讲他的慈爱 讲他的大能 讲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回到源头 那你很多东西 你就明白了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我们讲耶和华的法律 律法 对不对 那我们在圣经上 都是讲律法 在地上讲法律 那这里就讲到什么呢 诗篇的一章 第二节就讲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那特别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有福啊 对不对 那人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不愁事不愁穿事有福 我今天有儿有女是福 而生满堂是福 对不对 那这里讲的福 那这里讲的福呢 是说你要先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而且呢 你要昼夜思想 所以就是说又回到一个源头 就是说 你要来认识神 你要读他的话 而且呢 不是读了就摆在一边 要喜爱 要喜欢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昼夜思想 这周夜思想就白天黑夜都在想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讲到 不断的把我们带到神的源头 然后你说这个天国 那我们慢慢去看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健康计划 有保险 有什么的 那神呢 在圣经里面讲医治 祷告 医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讲 现在地上有教育计划 有这个 有学校啦 从小学到大学啦 研究生啦 博士生啦 这个系统 那么圣经上有没有什么 有圣经老师啊 对不对 有牧师啊 有这些圣经老师 然后呢 你地上有什么 还要税收 每个人还要缴税 对不对 那神的律里面要讲 十一奉献 据说 有人这样跟我讲 是说 罗马的这个 从那时候开始有税收 实际上是从这个 以色列人 跟以色列人学的 那以色列人是从圣经上 来 来遵循的 所以这个奉献 十一奉献 最源头 这个税收系统 实际上是 是神建立的 那还有就是说 你发现是说 这一个国家 他有管理系统 有这个 Federal的 有这个州的 有城市的 他整个一个系统 相互要沟通 那我们跟神之间 是怎么沟通 在耶稣升天以后 我们这个时代 什么 透过圣灵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要去认识 要不要去认识神 要不要认识圣灵 不然的话 你真的 你要跟神 有这样的沟通 那当然 那一个国家 他还有外交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对不对 那你使者 真的你要了解这个国家 你才能做使者 对不对 今天如果是派你去 去说 你去回中国 做美国大使 对不对 那你美国的法律 你要知道吗 当然要知道 美国的文化 你要知道吗 你要知道 当然你要了解当地 可是最主要 因为你是代表这个国家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的使者 你必须要了解神 深入的了解神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讲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呢 圣经上讲了很多 重与收的原则 重与收的原则 当然这个神的 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发现跟人的系统里面 我自己的经历会觉得 是有一些一样 有一些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你在人的系统 你是说 今天我有这个经验 我来找工作 我递一个resume 那我会做这些 人家说 一个月给你多少薪水 四四方会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重与收 对不对 那么在神国里面 有的时候重与收 他不是这么直有的时候很直接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直接 但是你要用心去体会 比如说像我有一个 有一个事工 前些年他找我做一些东西 我也做了 后来一些原因 说密码找不到 后来也没有再用 对不对 后来呢 又跟我来谈 要做哪些哪些 才要做的 又有说要给另外一个人做 如果是以前的我会 下次他再来找我 我会觉得说 哎呀 都浪费我时间啊 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你又没有叫我做 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是说 在好几年以后 他所有做的这些东西 我有机会去参与 我有机会去管理 那有时候 神要我们 更多的看他 就他有他的计划 今天如果这个工作没有给你 没有关系 神会给你更好的 对吗 所以不是一个RQ 神在他的国度里面 他的这个重于收 他有他的规律 你所付出的 神都知道 Amen 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你下一次失去工作 你会不会好像 像有的人就觉得 整个世界塌下来一样 不会 因为你知道 神如果给你关了一扇门 又会给你开另外一扇门 这一点很重要哦 最近我真的听到一些 因为经济不好 对不对 很多人被lay off 而且很多是 表现很好的 他不是因为他表现不好 而且有的是在 manager岗位的 对吗 那有的公司的裁员的幅度 已经从有的是20% 有的裁员幅度40% 对吗 所以呢 我在这些年也看到很多人 真的 他可能昨天觉得他很优秀 他在这里 然后呢 突然人家lay off他 他觉得整个人 没有办法handle 没有办法handle depress 对吗 就一下反应不过来 或者是说苦毒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可不可以理解 是啊 因为他们那么优秀嘛 他觉得贡献那么大 怎么会这样对我 对吗 那么所以就是说 这里圣经上又有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天国好像一个王 那么天国不是一个 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group吗 对不对 他又是说 这也是圣经原话 他说 天国好像一个 当然他后面还有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也非常的 对我们很有直接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的18章的23节 他说呢 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 因为我把这一段拎到上面去了 要和仆人算账 那才要算的时候呢 有人带了一个欠他1000万银子的 哇 很多哦 因为呢 他没有什么偿还的 主人就吩咐他 说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所有的东西都卖掉 所有的东西都卖掉 都觉得怎么样 还还不起啊 太多了 欠太多 后来那个人就服服败他 说主啊 宽容我 我将来还要还清 他说我现在还不起 我已经把所有的卖掉了 我还是还不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此心 把他释放了 然后呢 也免了他的债 这是多大的恩典呢 把他放了 然后还免了 本来他是说我以后还 那现在主人说你不用还了 都清了 对不对 很大的恩典 但是呢 后来他又 但是后面呢 就说 这个仆人就出来了 他没事了 那他遇见一个同伴 那个同伴呢 欠他十两银子 只十两 他救出他不放 他捏住他的 掐住他的喉咙 然后说 你把所有的还给我 那他同伴说 我宽容我吧 我将来必还清 他现在还不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 他不肯 他就把他下到尖里 说等你把这个所欠的还清了 你再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那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生忧愁 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那然后呢 这个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要求我 我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 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那主人就大怒 就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所有所欠的债 那最后神又说一句话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 也要这样 拜你们了 那这里呢 就讲到天国和饶恕 你原来觉得说 饶恕是我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跟神没关系 对不对 今天是这个人 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伤害我 当然我有时候也有些经历 就觉得说 对有的人好像做的事情 不合一 真的伤害我们 或者伤害我们很深 或者我们觉得说 我真的很痛苦很难过 但是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抬头望神 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 但是当我们真的就来看 实际上像饶恕的经文 在圣经上很多 像马太太七章七节前 是讲那个祷告 前面也不断的在讲饶恕 那这里是饶恕跟天国的关系 所以这里就讲到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饶恕的心 我们真的在这个生活当中 很难跟人相处 不是吗 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 我们必须饶恕 这是神的命令 而且呢 你发现是说 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国度的观念 当我们有天国的观念的时候 你很多事情跟神连起来 你会更容易 这里就讲到是说 是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 神不饶恕我们 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回到是说 这个耶稣跟这个天国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段经文呢 这是第三个部分 就今天信息的第三个部分 而且呢我们可以说是 耶稣最初的使命 当然耶稣到地上 他传福音 他医治疾病 他很多很多 那么这里就讲的是说 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节 因为比较前面嘛 他讲的是说 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那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我们讲最初的使命呢 是因为他 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刚开始就讲这句话 就是在四十天禁食了 然后有这个魔鬼来试探他 这些的 然后后来他出来传福音 讲的第一句话 所以我们讲他最初的使命 所以呢他这里就是说 是在讲悔改 这里是在讲悔改 那所以呢他说 为什么要悔改 因为天国尽了 所以就是耶稣 他的福事跟天国 真的很密切的关系 那所以呢 我们因为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也要学他 对不对 那然后第四个部分在讲是说 神的国与大君王 因为一个国度里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君王很重要 实际上在神的国里面 神他就是王 他就是君王 而且呢 常常圣经讲他是大君王 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君王 他有他最高的权柄 他有他最高的权力 那么 那你想说这个国度啦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王 那么我们回到 很多东西 你回到最一个根源 一个根 那我们寻根 对不对 我们寻根 寻到创世纪的时候 就是神在创世纪一章的 26节就讲 神说 我们照我们的形象 按我们的样式照人 这个我们因为是神说嘛 所以这就是神 他呢 那是照他的形象 来照我们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照我们做什么呢 这里就讲到说 这里的他们就是我们 对不对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 所爬的一切昆虫 所以就神 他照他的形象 照我们 而让我们去管理全地 所以他给我们权柄 他是大君王 他造了我们 他让我们来管理这个全地 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人类 把地球管得好一点 对不对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那么多灾难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一个命令 也是一个职份 那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那神的国度 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里也还有一段新闻 也讲的是说 实际上呢 神要让我们呢 归于他 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这个都是 实际上真的你留心 你发现 哇 那么多经文跟国度有关 那这些话呢 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的 当然呢 我们是 接着 因着这个 因着相信 我们跟神有关 所以这里就不断地讲 我们是 这个国度里的 对不对 要归于 这个国度 我们归在神的国度当中 所以神造我们 他给我们权柄 我们是他的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国度给我们 但是呢 他要我们做 圣洁的国民 所以这里又讲到 圣洁 对不对 要讲饶恕 讲圣洁 然后要悔改 所以又讲三点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是说 对 我们是神国度的人 我们相信了神 我们归于他的名下 我们就是神国度的人 那这个国度的人呢 我们呢 就要怎么样 我们是代表神 所以你想说 哇 这个好像很大 对不对 我们代表什么 我们代表一个国家吗 我们可以做大使吗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 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就发现是说 对 我们要因着神 要有平安的心 我们真的要有平安的心 如果没有平安的心 你怎么去管理权地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 我们要做忠心和良善的人 对不对 这是圣经说的 那你 如果你说 因为为了赚钱你做假 那忠心良善吗 就不忠心良善了 对不对 那你想要 贪污 你良善吗 不良善了 对不对 那还有呢 就是合一 在我们讲国度的时候 就特别讲到合一的事情 那合一 你说起来 今天的日子 这个合一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那我会在第七讲里面 讲到这个合一 实际上现在的合一 总的来说不容易 同意吗 那这些人 有的从中国来 有的从台湾来 有的从香港来 有的从这里出生ABC 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 代沟代沟 那有些 我们想说 我们跟孩子是下一代 现在很多的一种说法是 这里面已经有好几代了 那个代 他不是用这个肉体的代 他是因为不一样 像国内是 叫什么70后 80后 90后 还95后 差了五年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然后昨天我跟我妈妈在讲一些事情 他说 那你就用张纸写下来给孩子 我说 哎呀 孩子们啊 你还用纸 他们 不用纸的 你给他纸的不会看 对不对 他打电话 有时候他们在楼上 Tex 他们喜欢Tex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人和人非常不一样 所以呢 还有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真的提醒弟兄姐妹 因为有的时候是很close的friend 有的时候甚至是家人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为了保护他 你跟他有此距离 他心里很难过 对不对 你叫他不要来 你是也是保护他 但是他受伤了 对吗 那这时候要彼此饶恕 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你好 对不对 但是那人不习惯 那所以呢 不光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真的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呢 真的要 你说做福音的时 整个见人说 我见人就传福音啊 对不对 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听啊 要为他们祷告 然后你也要真的 真实的去认识神 就是你要把这个 比如说你代表美国 你现在去非洲 对不对 你要弄得清楚 你的国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你才能代表这个国家去 对不对 这个国家的君王才会派你去 对不对 所以呢 是不是神不信任我们 是我们自己要预备好 对不对 好我们要顺经要守啊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啊 我们要知道神的律是怎么样 好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的这些信息呢 就是整合是说 哎你要了解哦 就是说你讲的这些东西呢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对吗 跟人与人的关系息相关 而且呢 给你一个很大的picture 我们讲一个很大的picture 就是说 是有国度的观念 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说 有的丢点就说 哎你们 这个没有不好啊 这每个人的负担啊 不是在批评 比如说有些人 他特别 就是对一群人很有负担 他的祷告就是身边的那几十个人 好不好 好啊 需要啊 那有些人呢 在总统大学的时候 他带着一些人 一些牧师 到这个 叫什么 白宫的附近啊 去 去绕着 像绕城一样 去祷告 好不好啊 好啊 但是你们不要彼此批评哦 不要是说 哎你怎么就只为家门口的事情祷告 那你就说 哎怎么你家门口是不管 你要跑到白宫那边去祷告 对不对 那就是不要彼此批评 实际上这个国度 当我们真的敞开自己的心 一个去看圣经的时候 发现神的国很丰富 还有一个呢 我们常常讲神的国度呢 还有一个就是概念 比如说 好在修圣里 这里有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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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芝加哥有教会 袁护城有教会 哪里有教会 对不对 那我们讲国度的时候 是所有的这些加起来 有中国人的教会 美国人的教会 讲各种语言的教会 国度的观念是很大的 对吗 神的国不光是有我们教会 还有很多教会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各个国家的教会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 神给你扎根在一个教会服事 很好你要忠心的服事 有的时候神带你去一些做连接 你也要忠心 有的时候呢 各个教会也不一样的 有特点不一样 你是说也是要 要有神的一个胸怀 一个很 就是说你知道说 神 他在整个的来 好像在安排 对不对 这里有个教会 这里有个教会 就神在安排 那我们到底在这个里面 是神到底安排你去乌拉圭呢 还是土耳其呢 还是哪里呢 你不知道 但是只是神猜浅你的时候 你去忠心 对不对 是这样 那另外呢 我就是最后还是有些的感动 就是说 为牧师 为传道人 为服事的人祷告 因为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这样走过来 会觉得说 好像他们应该关心我们的 他们应该这个标准更高一点 对不对 他就应该怎样怎样 我最近真的这些年 因为也帮一些牧师教会 做一些网站视频 跟很多牧师做ebook 就跟他们接触多 我发现实际上 他们也是 是很不容易在服事的 不是说他没有能力 他需要你关怀 是因为这是服事的事 需要大家附上祷告 他们也需要关怀 而且呢 因为他在服事你 他有很多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他有什么需要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呼吁弟兄姐妹 多一点关心牧师 师母 服事的人 他们有什么需要 对于你一个电话 或者你就默默为他祷告 都是非常美好的 那当然我也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经文呢 就是在讲是说 神在地上 耶稣在地上 他讲天国的福音 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我们读圣经 我们不光真的读 跟我们有关系的 把他拎出来读 我们真的也看重神 他要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包括他在跟我们讲 天国的福音 我们真实的 花时间去查一查 那么在这两段经文后面呢 还有两段经文 就是说 于是呢 就是这耶稣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呢 当求庄家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们的庄家 那我就发现是说 哇 常常我们唱诗歌 Hina ni Hina ni 主啊 你拆遣我 当然真正有事的时候 哎呀 你拆遣帮会好了 对不对 他比较强壮 你拆遣这个 Larry好了 他很会开车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神他是一个种的 一个君王 他来安排 今天也许神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下一秒钟 神怎么安排你 但是呢 我们就是一个 顺服的心 真的是愿意为主去 好吗 有的时候真的是 一个不容易的选择 实际上我觉得 在我服事的 从装备开始服事 我觉得每一步 都很不容易跨出去 都很不容易跨出去 附上很多的祷告 就常常觉得说 有必要吗 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吗 有多拿钱吗 没有 也没有 就是真的觉得是神 有的时候觉得 每一个改变 踏出去的时候 神都会让我知道 他给我的恩典 比我所回应的 要多的多 大的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不要用世人的眼光来看 我这样做值得吗 常常我们会 电量一下 我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 当我们真的服事的时候 真的神给我们的 恩典更多 那个恩典可能不是钱 那个恩典是你更认识他 是你有更多的时间认识他 而更认识他的时候 你更平安 你更喜乐 很多东西不是钱 可以买来的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 那一下子 因为停电 停水 可能很多东西运不进来 你去超市什么 很多说 货架上 没有东西 对不对 有钱有用吗 不是永远有用 但是呢 也许你 比较多祷告 神在很早一段时间 就让你预备一些东西 你会很感恩 对不对 也许你以前觉得 这种东西有什么稀奇 土里面撒点东西 浇浇水 就是这样 但是你想到去做吗 对不对 你觉得是说 哎呀 有的时间神就给我感动 是说 要准备发电机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们要准备发电机 他都好好准备发电机干嘛 说万一停电啊 哪有停电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发生呢 那我刚才说 要准备那个 就是瓦斯炉 那万一停电 那平时停不停 偶尔停一下 那我就去院子炒菜呀 这没关系呀 对不对 那神爱我们 神会提醒我们 但是这个可能在人生当中 都是小事 对不对 或者有的人说COVID 哎呀 你怕不怕 有的时候你安慰人 你说不要怕 他怕不怕 还是怕 对不对 那可是你就发现是说 你真正的花时间 在神的里面 你的那个平安 是神给你的 真的是神给你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这个人 已经付上百分之百了 然后他有一天 你一件事没有如他愿 他又来埋怨你 跟你发脾气 他要叫你做一百零一 你会觉得说 哎呀主啊 我已经好累了 我已经做这么多 他怎么还埋怨我 对不对 但是 神经里面讲说 他要你陪他走一里路 你就陪他走两里路 神说了 对不对 神说 如果 他要你的衣服 你连立衣都给他 神也说了 神说 如果他打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给他打 神也说了 好了 没事了 你圣经读了 你知道神要叫你这么做 你就不会在那里一直伤心了 因为神的话 就会很深很深的安慰你 带你出来那个 犹豫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说 怎么这样对我 对不对 不公平 对不对 当我们更多读神的话 更多的在服事中成长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个祝福是真祝福 现在也是在这个农历的春节 大家都是彼此祝福的时候 那我们也盼望是说 你能得到那个属天的真福气 阿们 那我也真的是 还有一段经文呢 就是来回应 就是说 天国的福音与末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讲末世末世 当然呢 我也很鼓励我自己 也鼓励弟兄姐妹 去看圣经 从头到尾 创世纪到启示录 启示录 讲到未来的事情 那么 这里也讲的是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又是讲天国的福音 然后呢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那一方面我们觉得 末期它不是一个一天 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的末期 是我们圣经的概念 是讲耶稣再来 那不是讲地球毁灭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观念要改变 那么所以呢 就是很多的东西 你要来 这个 还有很多 耶稣来 他做王一千年 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经文 我们要更多的 更深的 更准确的 更全面的 来认识神 好不好 花时间去读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忙 那么 就关于这个国度 我也有看一些的书 包括这是我 几年前买的一本书 不断的在看 那么 也有些的 身边有些人 也是在写国度 那这个姐妹就在唐城 我也跟她有些的沟通 那么她是讲合一 在国度里面合一 那么在这个 下雪天 我也在看这些属灵的书 非常好的一些书 就在火炉边上看 我觉得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祝福 当你在看这些属灵书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去顾到 那个 是有多冷 有没有水 有那么的不方便 因为你整个mind 你就是在那个里面 你会觉得 我就发现 那两天我看的书 特别多 还特别快 因为很专心 没有任何事情打搅 那么还有这本书 讲我的灯需要有 那么圣经上也讲 我们的灯需要有 不光我们自己需要有 实际上这本书 是在讲牧师的这个 酸甜苦辣 所以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真的 我们真的要更多的尊敬 我们一些出来服侍的牧师 长老 还有牧师 还有师母这些 所以真的 他们为神的国度 为弟兄姐妹付出很多 放下很多 好像我们普通人 可以享受的一些东西 他们真的是在 为了神的国度 富上很多 我们也来在主里面 爱护他们 尊敬他们 来为他们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我想今天呢 我们就是在讲 我们要认识更多的 认识神的国 亲爱的 我们的心 和的感谢你 主我们知道 你带下了 天国的福音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 让我们真的 更多的 从你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让我们从你的眼光 看天国 主谢谢你 用圣经 来教导我们 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实的 来知道 那天上的国 不是 不光是讲 我们以后要去的地方 也讲到 我们在地上 我们怎么样 来认识天上的国 主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国 你的国是讲 各种的宗派 你的国讲 各个教会 你的国是讲 各个ministry 你是讲 一个很大范围的 主也求你 让我们 有更大的胸怀 去拥抱你的国 也让我们 有更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 心智 愿意来 回应你的呼召 因为你的国里面 需要工人 需要有收割的工人 主也让我们 不光是在敬拜你 不光唱诗歌 来敬拜你 也让我们真的 愿意顺服你 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去做一些人生的选择 我们乃是 从你的眼光 从你的priority 从你的方式 来服侍你 主 谢谢你 赐下这样的信息 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不是属灵的婴孩 主 为了各地的服侍的牧师 师母 传道人 长老 弟兄姐妹 同工们 我们献上真诚的祷告 求神祝福他们 让他们真的是 在一生的年日中 真的是甘心的 真的是喜乐的 真的是亲神的在服侍 主也求你来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 真的不光挑着 对我们有用的经文去读 真的真实的去认识 神的国度 我们真的可以做 神的使者 也让我们做好 这个神的使者 求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个COVID当中 一切的困难 真的让神来安慰我们的心 很多有疾病的 主亲自的 一个一个 按守在他们的身上 主 谢谢你祝福今天的信息 透过网络 可以让信主的 不信主的 都能得福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 感谢主 我们谢谢弟兄姐妹 留心的聆听 我们现在呢 有些的报告 我们今天呢 这个聚会完了以后 这个 秦宇如的敬拜和祷告 还是照样进行 我们Zoom的号码是716-219-3076 好 那么在这个 礼拜四呢 我们现在照顾姐妹都在带这个手工劳作 那么下个礼拜的主题呢 是羔羊 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羔羊 那么下一个星期呢 是这个主日的 圣餐的主日 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早早的来预备这个饼和碑 虽然我们每个人在家里 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 那么3月14号呢 是这个下时制开始 就在3月13号的那个 你晚上睡觉前就把这个时间拨前一个小时 那么另外就是去年的这个奉献的收据呢 我们财务部门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么你们可以跟张弟兄 还有黄又明弟兄来联系 那牧师也在积极的发这些的收据 那也真是辛苦王牧师了 牧师也是很多的事情都 势必恭亲的在为我们做 我们也真的谢谢王牧师的辛劳 那另外呢就是为一些的事情祷告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一些教会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爵叔 我们的心和的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赐给红霞姐妹 一个属灵的孩子 主啊也正式求你让她在保守她在3月份 在生孩子的时候你与她同在 谢谢你真是让她 虽然在这个COVID当中 主啊她一无所缺 也求你来生怜悯 让这个孩子的胎位 能正式能正 让她能顺产 主谢谢你赞美你 也主也求你赐给他们全家 有喜乐平安的心 来迎接你所赐给他们这个产业 主也求你来祝福这个知秋姐妹 她最近感冒咳嗽 主啊谢谢你纪念她 愿意装备来服侍你 主也求你继续的纪念她 在世般的一切的服饰 主也求你纪念这个 秘密姐妹的腰和腿的酸痛 主我们看到你是这样奇妙 已经不断的在医治她 主也求你更多的恩典临到她 谢谢你的恩典 主也求你祝福 继续的祝福和医治 冯伯伯和蒋妈妈的听力 让他们真的在年迈的时候 主啊更多的爱你 主谢谢你 也求你来医治 我们王秀英姐妹 还有马玉玲姐妹 还有王淑萍姐妹的眼睛 主谢谢你 也求你医治的恩典临到他们 主我们看到圣经上有那么多 你医治眼睛 甚至医治瞎眼的例子 主也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继续的来带导 主也求你祝福这个富美红姐妹 她体能的恢复 谢谢你保守她 医治她 也求你祝福任妈妈和红妈妈 在3月1号要打育苗 第二期的育苗 主啊求你保守他们 让他们真是 透过这些的育苗 真的可以让他们更强壮 主谢谢你 还有弟兄姐妹 各样的需求 主啊你都知道 在我们没有祷告之前 你都知道 主也谢谢你继续保守 有圣神基督教会 整个的服侍团队 在你里面 越来越有你的同在 更多的来祝福更多的人 也更深的来得着我们弟兄姐妹 主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 无论是我们星期三的祷告会 星期四的劳作 礼拜五的小主 还有星期天的信息 还有星期天下午的这个祷告会 主啊都求你预备众人的心 愿意来参加 喜乐的参加 主谢谢你 也求你让我们在 各样的事工上有份 都是你的恩典 求你来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一天都不偏离你 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不置失脚 谢谢你赐下今天的信息 也求你来 让我们每一天 更像你可以在各样的 各种的场合 真的可以做你的福音的使者 谢谢你赞美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好 求主祝福大家 好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